我祝福尔庆祢的庆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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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张经,我将是它,并以它为定制,且在其中将是许多明显的迹象,以便你们记忆 赢夫和奸夫,你们应当各打一百遍,你们不要因为怜悯他俩而减免真主的刑法 如果你们坚信,真主和末至,叫一伙信使监视他俩的受刑 奸夫指得娶淫夫,或娶多神教徒,淫夫指得嫁奸夫或嫁多神教徒,信道者不得娶他 凡告发贞洁的妇女,而不能举出四个男子为见证者 你们应当把每个人各打八十遍,而且永远不可接受他们的见证,这等人是罪人 以后回过自信者除外,因为真主却是制舍的,却是制辞的 凡告发自己的妻子除本人外,别无见证 他的证据是指真主发誓四次,证明他是说实话的 第五次是说,他干受真主的诅咒 如果他说的谎言 他要避免刑法,必须指真主发誓四次,证明他是说谎的 第五次是说,他干受天前 如果他是说实话的 假若无真主所赐你们的恩惠和慈恩 如果真主不是制舍的,不是制锐的 造谣者却是你们中的一伙人 你们不要以为这件事对于你们是有害的,其实是有益的 你们中的每个人,各应当受他所谋求的罪恶 他们中的罪魁应受重大的刑罚 当你们听见谣言的时候 信誓和信誉对自己的教包为何不做善意的猜测 并且说这是明显的谣言呢 他们为何不列举出四个见证来证明这件事呢 他们没有举出四个见证 所以在真主看来,他们是说谎的 若无真主在今世和后世所赐你们的恩惠和仁慈 你们必因诽谤而遭受重大的刑罚 当时你们道听而图说,无知而妄言 你们认为这是一件小事,在真主看来却是一件大事 当你们听见谎言的时候,你们为何不说,我们不该说这种话 赞颂真主超绝万物,这是重大的污蔑 真主劝告你们永远不要再说这样的话,如果你们是信誓 真主为你们阐明一切迹象,真主是全知的,是智瑞的 凡碍在信誓之间传播丑事的人,在今世和后世 必受痛苦的刑罚,真主知道,你们却不知道 若无真主所赐你们的恩惠和仁慈,如果真主不是仁爱的,不是智慈的 他早就惩罚你们了 信誓们啊,你们不要追随恶魔的步伐 谁追随恶魔的步伐,恶魔必命令谁干丑事和犯罪行 若非真主所赐你们的恩惠和慈恩,主永远不使你们中的任何人清白 但真主使他所抑郁者清白,真主是全聪的,是全知的 你们中有恩惠和财富者不可发誓说,永不周及兴器平民,即为主道而迁居者 他们应当恕饶,应当原谅,难道你们不愿真主奢诱你们吗?真主是智慈的,是智慈的 凡告发贞洁而且天真烂漫的信誉的人,在今世和后世,必遭诅咒,他们将受重大的刑罚 在那日,他们的舌头和手足都要反正他们之行为 在那日,真主要使他们享受他们所应得的完全的报应 他们要知道真主才是真实的,才是显著的 恶劣的妇女专配恶劣的男人,恶劣的男人专配恶劣的女人 善良的妇女专配善良的男人,善良的男人专配善良的妇女 这等人与恶人所说的全部相干,他们将门设诱,并向优厚的激昂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进他人的家去,直到你们请求许可向主人祝恩,这对于你们是更高尚的,真主这样指导你们,以便你们能继续教诲 如果你们发现别人家里没有人,你们就不要进去,直到你们获得许可 如果有人对你们说请转回去,你们就立刻转回去,这对于你们是更纯洁的,真主是全知你们的行为的 如果房屋内没有私家居住,而其中有你们自己的财物,你们无妨走进去,真主知道你们所表现的和你们所隐藏的 你对信使们说叫他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这对于他们是更纯洁的,真主却是撤知他们的行为的 你对信使们说叫他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饰,除非自然露出的 叫他们用面纱折住胸膛,莫露出首饰,除非对他们的丈夫,他们的父亲,他们的丈夫的父亲,或他们的儿子,或他们的丈夫的儿子,或他们的兄弟,或他们的兄弟的儿子,或他们的姐妹的儿子,或他们的女仆,或他们的奴婢,或无信誉的男仆,或不懂妇女之事的儿童 叫他们不要用力踏足,使人得知他们所隐藏的首饰 信使们啊,你们应当全体向真主悔罪,以便你们成功 你们中未婚的男女和你们善良的奴婢,你们应当使他们互相配合 如果他们是平权的,那么真主要以他的恩惠使他们富足 真主是富裕的,是全知的 不能娶妻者,叫他们极力保持身遭 直到真主以他的恩惠,而使他们富足 你们的奴婢要求定约赎生者 如果你们知道他们是忠实的,你们就应当与他们定约 而且把真主赐予你们的财产的一部分给他们 如果你们的婢女要保守真操 你们就不要为了今世生活的福利而强迫他们卖淫 如果有人强迫他们,那么在被迫之后,真主却是制射的,却是制辞的 我却已把许多明白的迹象,和在你们之前逝去者的先列,以及对于敬畏者的教训,将是你们 真主是天地的光明,他的光明像一座灯台 那座灯台上有一盏明灯,那盏灯在一个玻璃罩里,那个玻璃罩仿佛一颗灿烂的明星,用吉祥的橄榄油,染着那盏明灯 他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他的油即使没有点火,也几乎发光,光尚加光 真主引导他所抑郁者走向他的光明 真主为众人设了许多比喻,真主是全知万事的 有些寺院,真主允许建立之,并允许在其中颂养他的真名,在里面朝夕赞颂真主,超绝万物的 使若干男子,商业不能使他们疏忽而不纪念真主,谨守拜公和闻纳天客,他们畏惧那心花眼乱的日子 以便真主以他们的行为的善报赏赐他们,并以他的恩惠加赐他们,真主无量的供给他所抑郁者 不信道者的善功踩入沙漠里的纯景,口渴者以为那里有水 等到他来到纯景的地方时,没有发现什么,却发现真主在那里 真主就把他的账目完全交给他,真主是清算神速的 或如重重黑暗笼罩着汪洋大海,波涛澎湃,上有黑云 黑暗重重叠叠,观者伸出手来时,几乎不见无止 真主没有给谁光明,谁就绝无光明 难道你不知道吗? 凡是在天地间的人物和展翅的穷鸟都赞颂真主是超绝的 他的确知道各物的祈祷和赞颂真主是全知他们的行为的 天地的主权只是真主的,真主是独一的归宿 难道你不知道吗? 真主是用缓缓的移动,而加一配合,然后把它堆积起来 你就看见鱼从雍间降下 它从天空中,从山岳般的雍内降下冰雹 用来折磨他所抑郁者,而免除他所抑郁者,电光闪闪几乎夺取目光 真主是昼夜更迭,对于有势力者,此中却有一种借鉴 真主用水创造一切动物,其中有福布行走的 有两足行走的,有用四足行走的 真主创造他所抑郁者,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 我却降世许多明白的迹象 真主指导他所抑郁者,走向正路 他们说,我们以信仰真主和使者 我们已经顺从了 此后,他们中有一伙人违背正道 这等人绝不是信使 当他们被招归于真主及其使者 以便他为他们而判决的时候 他们中的一伙人突然规避 如果他们有理 他们就撇幅地忙来见他 他们的心中有病呢? 还是他们怀疑呢? 还是他们恐怕真主及其使者对他们不公呢? 不然,这等人正是不义的 当信使被招归于真主及其使者 以便他替他们判决的时候 他们应当说,我们已听从了 这等人却是成功的 反顺从真主和使者 并且敬畏真主者 却是成功的 他们只真主而发出最热忱的誓言 如果你命他们出真 他们必定出真 你说 你们不要发誓 合理的服从是更好的 真主却是撤知你们的行为的 你说你们应当服从真主 应当服从使者 如果你们违背命令 那么他只负他的责任 你们只负你的责任 如果你们服从他 你们就遵循正道 使者只负明白的传达的责任 真主应许你们中信道 而且行善者说 他必使他们代他治理大地 正如他使他们之前 逝去者代他治理大地一样 他必为他们而巩固 他所为他们加纳的宗教 他必以平安代替他们的恐怖 他们崇拜我 而不以任何物配我 此后凡不信道者都是罪人 你们应当谨守拜公 完纳天课 服从使者 以便你们门主的怜悯 不信道者 你绝不要以为 他们在大地上能逃避天前 他们的归宿是火狱 那归宿真恶劣 信是吗 教你们的奴婢 和你们终赏未成丁的儿童 三次向你们寝室 成礼之前 正午脱衣之后 消礼之后 这是你们的三个不反备的时候 除此之外 你们和他们无法随便往来 真主这样为你们缠明一些迹象 真主却是全知的是智瑞的 当你们的孩子成丁的时候 教他们像他们之前成丁者一样 随时向你们请求接见 真主这样为你们缠明他的迹象 真主是全知的是智瑞的 不希望结婚的老夫脱去外衣 而不露出首饰 这对于他们是无罪过的 自己减点 对他们是更好的 真主是全聪的是全知的 与人同习 对于盲人是无罪过的 对于瘸子是无罪过的 对于病人也是无罪过的 无论在你自己的家里 或在你们父亲的家里 或在你们母亲的家里 或在你们弟兄的家里 或在你们姐妹的家里 或在你们叔伯的家里 或在你们姑母的家里 或在你们叔父的家里 或在你们姨母的家里 或在有你们管理要事者的家里 或在你们朋友的家里 你们饮食对你们是无罪的 你们聚餐或分食对你们都是无罪的 你们进家的时候 你们当对自己助安 真主所制定的吉祥而优美的助子 真主这样为你们缠明一切迹象 以便你们了解 信誓只是信仰真主及其使者的人 当他们为任何要事 而与使者聚会的时候 他们不退席 直到他们向他请求允许 向你请示者 却是信仰真主及其使者的 当他们因私事 而向你请示的时候 你可以允许你所抑郁者 你当为他们而向真主求饶 真主却是制设的却是致辞的 你们不要把使者对于你们的召唤 当作你们互相间的召唤 真主却是认识你们中溜走者 违抗他的命令者 叫他们警防祸患降临他们 或痛苦的刑法降临他们 真的天地万物却是真主的 他却已知道你们的实情 当他们被招到真主那里 他要把他们的行为告诉他们 真主是全之万物的 但是我们无认识另一个人 对于当作为他们的针对 大人都没有用 他们也会尽压 对于是因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